我现在陕西安康 这里是安康的江北 明天坐火车离开安康了 今天晚上在这个火车站附近住一晚上 火车站离这里特别近 从这里直走 前面鬼哥玩就到火车站了 这个位置是安康的汉城国际商业街 看一下 这两张楼它是不一样的 蓝色的 这会儿开始下雨了 前面是明江国际大酒店 刚才在这附近把住宿订好了 带大家过去看一下 是一个宾馆 我每次订这个住宿都是网上订的 有时候价格可能比大家想象的比较便宜 那是因为我经常在外旅行 你订的酒店次数越多 它那个软件它就越便宜 知道吗 好多人不相信 这里住宿很多 有宾馆有酒店 吉祥城市酒店 中国移动 还没吃饭 正好在这个附近找个地儿吃饭 这一栋大楼 马上也盖起来了 应该是商品房之类的 这里有个路牌 李安康火车站没有多远 从这走过去大约20分钟 在这条街发现了一家锅巴饭 过来尝一尝 好久没有吃过锅巴饭了 我点了一个酸辣魔芋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价格都不是很贵 算中等吧 有盖椒饭 还有炒面之类的 应该做外卖的比较多的 这家 唐食的没多仁 锅巴饭上来了 还有一碗紫菜蛋花汤 看一下加了什么 上面是魔芋 这边是土豆丝 还有韭菜炒的 下面就是锅巴了 油炸的 还加了黄瓜 青菜 尝一下这个味道 应该可以的 味道不错 不是那么油腻 这个菜做的也可以 就是安康的 本地特产魔芋 锅巴饭吃完了 下面还剩好多油啊 味道非常不错 酸辣酸辣的 吃完饭已经出来了 这份锅巴饭12元 大家感觉怎么样 哇下雨了呀 现在下的比刚才还大 这边摆头的也是特别多 蒸面我前几天吃过了 卖水果的 这边是卖饼的 秦富家餐厅 现在去宾馆啊 今天下雨啊 安康的温度21度 出来都要穿一个薄薄的外套 你要穿一个短袖就感觉还有点凉呢 我就穿的一个薄外套出来的 我看好多人都不是短袖出来了 这是我今晚住宿的地方 在网上也订好了 是一个四层小楼 这是宾馆啊 也相当于是民宿了 刚才已经拿了房卡了 我是在二层住 它前面还有一个阳台呀 有一个小插机 卫生还是非常干净的 楼上还有两层 都是住宿的 这层大概有四个房间吧 都是对开门的 我是住这间 我刚才已经开了灯了 带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位置就是离火车站比较近 而且价格也不是很高 一进门这是卫生间 先看一下 这是蹲编 洗澡的也有 这有毛巾 这是洗脸盆 这一看就是老房子了 下面有拖鞋的 卫生还是可以的 我订的是单人间 就是普通大床房 老板给了一个双人床的 应该都是一样的 这边有两个茶几 这有蚊香 晚上肯定有蚊子 得点蚊香 那边是烧水的 这是一个窗户 但是我把窗帘拉下来了 因为外面有人过 睡两个人没有问题 我一般都是订一个床位的 有时候老板也会给 就是标准券会给两个床位的床的房间 其实都价格都一样的 比较简单 简简单单的 还有三个衣服 橙子 这房间我是在网上订的 价格是40元一晚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每次订酒店的价格 都是真实给你们说的 绝对没有虚假的 整体还是比较干净的 地面 拉扫的 挤掉挤掉挤掉的